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说不确定的呢 因为今生对佛法生三宝有很强的信心 不等于说他在未来还能够仍然保持着对佛多 对法跟对僧有很坚定不移的信心 为什么这么样呢 因为圣子的未来是决定的 凡夫的未来是不确定的 圣子的未来犹如佛头所说的 他决定不会退多 而且呢 他只会一生比一生更加殊胜 他可以随着自己的医院 或者随着自己的善业 可以到送到天或者人间 但是 对于凡夫来说呢 如果他多到畜生 他有可能对佛发生三宝生性吗 非常难 就会去投身为一类龙啊 等等 才有可能 我们在过去漫长的轮回当中 我们经常都是在四二道里面 打滚 地狱 出生 恶鬼 恶苏罗 很难得的我们 有幸投身为人 然而 我们在过去的很多事里面 我们多数都是归 归山啊 归树啊 归水啊 归石头啊 这些自然界的 我们认为他们有神灵 或者说我们归一些动物 例如说归龙啊 归老虎啊 归孔雀啊 或者我们归一些鬼 例如说某一类的 好像现在的三神啊 土地啊 或者说归天人 例如说归天地啊 归一些仙人啊 归犯天人等等 在依止的轮回当中 我们都是归这些 甚至有时候我们还会变成是 断灭剑的 受持之 信奉之 所以 所以有佛陀的出事是很难得的 就是说即使是在漫长的轮回当中 我们能够听到佛陀 佛陀这样的声音都很难 就是更何况有佛陀的出事 佛陀的出事是很难得的 唯有在有佛陀出事的时候 我们的信心才有可能建立对佛陀的信心 对法的信心 对生的信心 然后在漫长的轮回当中 我们连听到佛陀的印象都很难 那我们更何况建立信心的 是不是 同样的 现在我们很有幸 能够 还能够听到佛陀的教法 我们能够生无人 但是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佛陀入班内派已经两千五百多年了 佛陀的教法只会越来越衰革 越来越退多 我们有可能在以后 轮回当中有可能投身到边地 投身为外道 甚至我们不确定 即使我们是有幸投身为人 但也不敢保证我们 还能够听闻到正法 除非我们有很强的愿 跟很强的善业 支持我们在来生 真的还可以听闻到佛法 能够成为一位正性的佛弟子 但如果 我们在临终的时候 不善业成熟 我们可能会堕落到恶道 而如果我们继续在这个世界轮回的话 我们将能够亲身体验到佛陀的教法 一代一代的衰落 现在呢 我们甚至都可以看到 例如说在泰国 最近一二十年的佛教已经急剧地走下坡路了 缅甸的佛教也走下坡路了 很多地方的佛教我们会看到有时候表面的繁荣 但是实质上 生团里面的腐败 这就是说我们看到佛陀的教法整体是走滑坡 下坡路 那如果我们再过了几十年再投身为人 那我们可能那个时候想要找到正法 这样听闻到佛法也更难了 如果我们再继续轮回的话 佛陀的教法隐没了 在漫长的空节 即是孙亚噶 没有佛陀出世的时期 我们信什么 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什么地方 可能又是那个时候 相信鬼 相信天 相信山和大地 我们去崇拜这些东西 或者说最多我们只能够故意犯天人 犯天人可能是比较高的鬼 其实这些都是偏离的佛陀 偏离的法 偏离的僧 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好好的 珍惜现在这个时期 能够把自己的信心建立在佛法圣三宝里面 然后依照佛陀的教法 要理尽佛陀 实践佛法 恭敬僧众 恭敬僧团 要依靠僧团的教导 一步一步的 如果我们在今生能够正入涅槃 至少我们能够断除邪见 断除仪 断除接近几件 那么我们的 对佛法圣三宝的信心 才能够说立足以动之地 不坏之地 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尊地说 我对佛法圣三宝拥有 绝对不会退多的信心 那讲了信之后 我们今天晚上再继续来讲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对我们修行很有帮助的一个新手 叫做念 念它源自于很被加强了的想 也就是从它的自明性来说 那就是意念 它的特点是对所言不流失 也就是不忘失 不要忘记 作用是不迷惑 不忘失 念就犹如一块石头 沉入水中 这样的话呢 石头它就能够一直沉到水底 而不会随波逐流 它不像芦苇 或者说 不像 水面上的佛品一样 会随波逐流 飘来飘去 我们平时所说到的 拥有正念 或者要正念 意思就是 要让我们的心 像石头 沉入水中一样 很稳固的 把心沉入到 对象 沉入到所言里面去 而不是像佛品一样 所以就心 四处飘荡 正念跟散乱 也或者说跟掉局 它是 相对的 拥有正念 心就不会散乱 心散乱就没有正念 就好像说 一个石头 对于水 一沉下水 它肯定它不会飘上来的 因为它 必定它就是沉下去的 如果 我们在专注呼吸的时候 让我们的心 沉入到呼吸里面去 这个叫做 入出心念 就是 这里的念 就是沉入 心的作用 沉入 我们讲到 所有的心 或者心理作用 想到心所的时候 它都是心对于 所言的一种关系 那这种念的关系 就是把心能够 沉入到所言去 把心沉入到呼吸 这个叫入出心念 把心 沉入到佛陀的功德 这个叫什么念 佛水念 表现为 面对所言 或者守护心 与所言 也就是说 心对于 当下的目标 保持 清楚的 觉知 清楚的知道 静音是 强有力的想 或者思念处 在修行当中 有三种心所 对于 培医 定力 或培医 智慧 是很重要的 第一种心所 就是 如理作用 与所 做意 是 生起 善心 或不善心 的关键点 如果 一个人 拥有了 如理作用 接着 生起 的 就是 善心 如果是 不如理作用 接着 生起 的是 不善心 所以 在修行当中 我们首先 应该强调的 就是要 如理作用 如理作用 的意思就是 把我们的心 导向 正确的地方 第二 就是 正念 或是 有时候 也可以 成为 拒念 就是 拥有 正念 的意思 拥有 正念 的意思 就是 作为 禅宿者 应该要 实时 保持 清楚 的 知道 目标 心 沉入 目标 不流失 不忘记 不动摇 不 持风 飘荡 而 正知 正知 就是 智慧 也就是说 我们说 对所言 保持 清清楚楚 了了分明 有时候 我们也可 称为 觉知 心清楚的 觉知 对象 如理作用 正念 跟正知 对 禅修 的整个 过程来说 是很重要的 无论是 词戒 无论是 培议定力 无论是 培议智慧 他们之间的 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例如 现在这里 有个杯子 或者 现在这里 有个 这里 有个手表 当 我们把手 伸向 这一块 手表的时候 这种伸向的 就有 什么 座椅 而不是 拿其他的东西 拿这个东西 这种 是属于 座椅 然后 手呢 很稳地 拿住它 不会让它 滑落 不会让它 掉下 这个 鼻翼是什么 鼻翼正念 然后我们 再去看 这个表 端详 这块表 现在是几点 那这个是什么 这是正知 对 同样的 我们无论 修任何一种 业处 作意 正念 正知 是很重要的 作意 带动我们整个心 投向哪个地方 例如 我们把心 转向 你 转住 呼吸 这个时候 由于有了 作意的 作用 带动我们的心 去知道 呼吸 然后 心很稳固的 去很清楚的 定在 呼吸上 这个叫做正念 然后我们的心 对呼吸 保持清楚的 知道 觉知 知识 正知 如果是修 此心 也是 把我们的心 导向 对一切众生 祝愿一切众生 快乐 安稳 福乐 这种导向 这是属于 作意 然后 或者说 在我们 在导向之后 我们的心 持续的 要把心 投入到 一切友情里面 这个是寻 要心 时时刻刻的 把心 定在 一切友情里面 这个是属于念 然后呢 对于 我们 所散播 而是爱的对象 保持清清楚楚 知识 正知 念在 佛陀的教法里面 在整个禅宿的体系里面 是很重要的 是不可或缺的 佛陀在 很多经典里面 讲到 我们可以 甚至可以用 Eccaya の マコ 来形容 正念 就是 一行道 一行道 的意思就是 导向 唯一的道路 或者说 要单独 行走的道路 那 念呢 往往 可以分为 以他的所言 可以分为四种 就称为 思念处 为什么称为 思念处呢 思念处 有时候 也可以称为 念住 念住 就是 从巴黎 Satid Batid Tadid 来的 念 就是巴黎 巴黎语念 就叫Satid 然后 Batid Tadid 的意思就是 助力 按住 建立 稳固的 建立起来 这个叫做 Batid Tadid 把正念 很稳固的 建立起来 这就是念的助力 叫做念住 或者另外一种 解释呢 就是 Satid Ubata Nata 这个称为念住 也就是 念的现行之处 Ubata Nata 的意思就是 建立起来 它后面最后 这个它 就是地方 把念建立起来的地方 成为念的现起之处 念的确立之处 或者念的建立之处 就成为念处 念的现起之处 为念处 那么 念是 怎么样建立起来的 它建立一共有四种所缘 就是四种目标 四种对象 即 对 身 正念以身 正念以受 正念以心 正念以法 这称为 以身 随观身的助 以受 随观 受的助 以心 随观 随的助 与法 随观 法的助 对于四念处 佛陀将它称为 一行道 也就是说 这条道路 它能够通向涅槃的 而且如果一个人持续的修 他的目标只是 通向于涅槃 所以称为 这里的 独一的 就是涅槃 或者说 由于 这个是佛陀 佛陀是独一的 阿亚纳 就是行走的道路 由于佛陀 发现了这条道路 所以佛陀 独一的 阿亚纳 行走的道路 或者说 在我们修行 四念处的方法的时候 我们不是 成群皆 都一直在谈话 而是我们要独自修行 所以 独自的行走的 独自的去实践的道路 或者又以 也就是这里的 也就是在佛陀的教法里面 才有的 而不是外道 才有的 所以又成为独一的道路 就是 它不跟外道 所共的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四念处 是正念与观止的 完整修法 四念处的 唯一要义 即正念的 观照修法 它的差别 只是在 正念所观照的 所言不同而已 正念所观照的 所言一共有四种 即 身 送 心 法 在 培医四念处的时候 第一个要观照的 就是 身 身的巴黎 就叫 Gaya 它 在 这含义 有 两种 在 无碍解道里面 提到 有两种 身 一种 称为 Lubagaya 色身 色身就是 包括了四大 以及四大 四大种 所造色 也包括了 入膝 跟出膝 就是 这些都称为 身形 Gaya Sanghara 身念处的 身 是特指 色身 如果是在 修入出膝念 的话呢 那么 这里的身 是特指 呼吸 身 或者入出膝 身 还有另外一种 身 叫做 明身 明就是 我们说到的 心理作用 它包括了 受 想 思 处 作 一等 明 以及 明身 又称为 心形 就是 吉达 Sanghara 所以 从巴黎 里面 身 它包括了 有聚合的作用 就是 组合的作用 例如说 我们称为 这个身体的身 它其实就是 一堆色法的聚合 这个名身呢 就是一堆 心理的组合 所以自己的身 在巴黎里面 Gaya 它的意思是这样 而对于 受来说 Vedana Vedana 它就是 Vedatik来的 就是体验 经验 体验 就是我们 对一样东西的 感受 那Vedana 这种名词来说 就是 指受 感受 第三 吉达 心 就是 五蕴当中的 十蕴 Vedana 还有 法 法呢 就包括其他的 心所 例如说 佛罗 在讲到了 五盖 七觉知 这些 就是包括其他的法 所以呢 当我们讲到 正念 所安住的 所献起的 这四个对象 就是包括了 身受 心法 而身 是以色法 为主 是不是 受 心 跟法 是以 明法 为主 在法里面 也包括了 一部分的 色法 但还是 大部分 还是以 明法 为主 所以呢 思念出的 这四种所言 还是 明业出 跟色业出 这两种 如果 要讲到 思念出 我们离不开 一部很重要的 经典 这部很重要的 经典 分别收录在 长部的 第二十二经 跟中部的 第十经 长部的 第二十二经 叫做 Maha Satipatthana 苏丹 大念出经 中部的 叫做 Satipatthana 苏丹 叫做 念出经 在色列兰卡 版本呢 就 他们的差别 在于 念出经 它没有 广说 四生地 但是在 缅甸版本 这两种 经文 一字不多 一字不小 完全一样的 那到底 大念出经 对于我们 心情 有什么 帮助呢 佛陀在 这部经 里面 就讲到了 它是 能够使我们 去除 贪 忧 去 招业出烦恼 得达 如理 正乌 涅槃的 方法 道路 那 大念出经 它还是讲的是 四念出 在这四种 念出当中 佛陀一共 教导了 二十一种 念出 其中的 深念出 包括有 十四种 念出 大念出经 一开始 佛陀就教导 如何修行 入出 信念 现在呢 当我们在 引用 经文 教导 入出 信念的时候 我们也是 习惯的 引用这部 很重要的 禅修 宝典 入出 信念 第二呢 是 唯一路 唯一路 就是 说到了 我们的 知识 也就是 对于我们的 四种 知识 保持 正念 在 行走的时候 战利的时候 坐着的时候 唐末的时候 都保持 正念 如实 得了之 在 行走 战利 坐着 唐末的时候 自称为 唯一路 叫做 伊利亚瓣塔 第三种 是 四正知 四种 正知 就是 身为 三巴加那 巴黎里面 加的意思 就是知道 这家 八 就是 清楚的 这家 上 就是 完全 清楚的 知道 在 四正知 里面 佛陀 就教导了 无论我们 是 往前 走 往回走 往前看 往旁看 伸手 放下 穿衣服 吃饭 喝水 摇东西 尝东西 吞下去 大便 小便 行走 站立 坐着 躺卧 醒来 说话 沉默 等等 都保持 清楚的 觉知 这个就 成为 正知 也就是说 我们 只要 除了在 睡眠的时候 平时 我们做 任何的 事情 就是吃 喝 撒 辣 我们都 可以 修行 只要 我们 提升 正念 保持 正念 保持 正知 这就是 修行 那 如何 保持 正知呢 在 这部经典 的 意诸 里面 就讲到了 有四个 层次 的 正知 第一种 正知 称为 有意 正知 也就是说 在做任何 事情的时候 不要一想到 立刻就做 先要考虑 在做这件事情 的时候 有没有利益 这里所讲到的 利益 就是 对于 善法 有没有 帮助 而不是说 我们做这件事情 可不可以 赚到钱 我们可不可以 从他的身上 得到一些 一些 益处 一些利益 不是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利益 利益就是 对我们的 修行 对善法的 培育 有帮助 我们 在 思考了 做这样的事情 有没有利益 之后 才去行动 而不要说 好像我们 做什么事情 我们做了 才发现到 做错了 我们说出来了 才发现到 说错了 这样的话 就变成 没有正直 第二种 是 适宜正直 Sambha Sambha 对有些事情 即使是有利益的 有帮助的 但是 也不一定是适合的 我们 在做事情的时候 还要看 石 看地 看人 看 时机 如果说 认为有帮助了 我们就 不去考虑 实地人 去说 仍然 没有正直 对于 有利益的 我们 认为说 适合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去做 不适合的时候 我们就不去做 或者等待 实际去做 这个呢 称为 适宜正直 第三种呢 是 行处正直 Gogjarra Sambha Jaya 这里的 Gogjarra 的意思就是 我们心 所 取的 静 就是心的 所言 在 行走 站立 吃饭 躺卧 坐姿 等等 我们都把 自己 所修行的 夜处 放在 第一位 这个就称为 行处正直 行处正直 就是培养 定地的 子夜处 如果大家 是修行 入初心念 那么 在 走路啊 在做任务的事情 我们都 知道 自己的呼吸 如果是散播 慈爱的话 我们就 一切时 都散播 慈爱 如果是 修世界 分别的话 我们在 一切时 都关 地水火风 这个就是 行处正直 而第四种正直 称为 阿三摩哈 三摩扎亚 三摩哈 的意思 就是迷惑的 愚痴的 阿 就是没有 不迷惑的 称为 无痴正直 无痴正直 就是 修 培 观止 在 做任何事情 在走路的时候 我们不要 认为 我在行走 有一个身体 在行走 我们在 行走的时候 观察 只是一堆 色法 由于新生 色法的风界 带动之 然后 有这个 所谓的 一堆色法 在行走而已 然后在行走的时候 我们 可以 观照色法 可以观照 明法 观照 明色法的 无常古 在行走 在站立 在坐姿 在吃饭 等等 我们都修 观止 成为无痴正直 所以在这四种正直当中 前面的有意正直 跟事意正直 就是适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如何保持清醒 清楚自己的身心 自己的动作 这个是属于 前面的有意正直 跟事意正直 而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专注自己的夜处 觉知自己的 残修所言 这是行走正直 而一切是修观 观照 明法色法的 无常古 我 这是属于 无痴正直 第四种 圣念处 就是厌恶作业 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 三十二身份 在《大念处经》里面 就只是提到了 三十一种身份 即 在第十九个之后 就接着就是胆 但是在清静道论 跟一切的异注 还有在残修实践里面 就在分辨之后 再加个脑 所以成为三十二身份 但是在《大念处经》里面 提到的是 三十一种身体的部分 如实地去思维 这三十一部分的厌恶 不尽 肮脏 只成为厌恶作业 而戒作业呢 就是去思维 去观察 辨识身体里面的 地水火风世界 由佛陀在经典里面说过了 毕枯如其助力 如其所处 以戒观察 此身 以此身中 有地戒 水戒 火戒 封戒 透过这种方法 来去辨识身体的 地水火风世界 成为戒作业 这些是九种目的观 九种目的观 就是分别去观察 一具尸体 被包弃在坟场 死了之后 经过两三天 尸体开始肿战 轻鱼 一直到腐烂成一堆白骨 的这个过程 到最后分化为粉末 有九个过程 这就是九种目的观 那入出信念 唯一一路 四正之厌恶作与 跟戒作与之五种 再加上九种目的观 一共是十四种 入出信念 它是由色法 所组成的概念 所以它还是基于色法 所以还是属于身念处 唯一一路 它是注重在身体的行处作物 那所以它还是属于身 四正之 也是注重在行走 站立 坐姿 穿衣 吃饭 还是以色法 还是以身为主 严路作与三十的身份 还是以身为主 借作与地水火风 还是属于四大 还是属于身 目的观呢 就是观外在的 尸体腐烂 还是属于色法 然后呢 再观对比内在的 所以呢 在这十四种业处当中 它的共同特点就是 色法 或者色法 所形成的概念 因此呢 称为身念处 也就是 就是以它的所缘来分的 当我们把心 建立在这些 色法当中 只称为身念处 那接着呢 是受念处 受念处 依心所来分的 一共 有一种 才一种 因为受 只是依心所分为一种 但是呢 在 这一部经里面 又分为九种 就是分为 乐受 苦受 不苦 不乐受 还有呢 有污染的 跟没有污染的 又分为三种 所以加起来是九种 有污染的 乐受 苦受 不苦不乐受 跟没有污染的 苦受 乐受 不苦不乐受 什么是有污染的呢 就是当我们 贪着以 颜色啊 声音啊 香啊 味啊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 生起的乐受 只称为有污染的 就是 有 有 娱乐 被娱乐 被娱乐所污染的 当我们得不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或者说碰到那些不喜欢的时候 我们生起的苦受 这称为有污染的苦受 我们的内心保持平平的时候 没有特别的喜爱 没有特别的讨厌 这样的时候 什么不苦不乐受 而没有污染的 就是往往跟我们修行有关的 例如说 当我们在禅修的时候 你很欢喜地禅修 例如说 你在真的出禅的时候 你的受是乐受 第二禅 第三禅的时候 受也是属于乐受 在第四禅的时候 你的受也属于什么受 是属于舍受 对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照样着实地关照 但是在修行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生起苦受呢 会不会 会吗 大家是不是都很快乐地修行啊 是不是都修行得很快乐 很开心啊 如果好 那就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但问题是 有时候 当我们在修行不如意的时候 在修行不好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会 感到会忧虑 会担心 会焦虑 会急躁 这样的话是属于苦受 在修理巴仙纳的阶段 我们人人也要关照 这种苦受 也是无常苦无我的 所以呢 这是属于没有污染 就是我们为了处理 对 欲乐 对这世间 的贪着 而产生的 乐受苦受不苦 乐受 这是我们没有污染的 还有心念处 心念处 依照究竟法的分 只是一种 但是呢 在这部经典里面呢 又用另外一种分法 就是依照八种 分法的分为 一共有八对 十六种心 即 有贪心 里贪心 有称心 里称心 有痴心 里痴心 昏昧心 散乱心 广大心 不广大心 有上心 无上心 得定心 无定心 解脱心 未解脱心 这些都是属于 在十运里面 就是五运里面的 十运 所以呢 它归类为一类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在这里面讲到的 广大心 就是有缠纳的心 不广大心 就是没有缠纳的心 有上心呢 可以说是欲界的心 或者世界的心 无上心呢 就是无世界的心 或者就是世界的心 有定心呢 就是我们拥有缠纳的心 如果我们是要修行 四面处的话 佛陀其实教导的其实 都是对有缠纳的人来讲的 是不是 所以它才会讲到呢 广大心 如果一个人没有缠纳的体验 他怎么去观照广大心呢 怎么去观照有定心呢 怎么去观照 无上心呢 怎么去观照解脱的心呢 是不是 那第四种 念处呢 是法念处 法念处 就包括了五盖 五蕴 五曲蕴 十二处 七觉知 跟四圣地 所以一共有五种 五盖集 浴滩盖 称慧盖 昏沉睡眠盖 调局 追悔盖 跟医盖 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在修行的时候 出现了这些盖的时候 他应该要知道 例如说 当他内心 有了玉坛的时候 他要了知有玉坛 内心不存在玉坛的时候 他了知没有玉坛 他了知未升起的玉坛 如何升起 也了知已升起的玉坛 如何死断 也了知已死断的玉坛 在未来 如何不再升起 这个就是对于五盖 的关照方法 对于五曲蕴 也是 他如实地了知 色 瘦想行尸 他们的升起 以及坏灭 十二处 就是 盐 以颜色 鹅 以声音 鼻 以气味 石头 以味道 生 以处所言 异 跟法 所言 他们之间的关系 都去关照他们 关照他们的生 与灭 这是十二处 曲折之 就是 对于 择法觉知 念觉知 择法觉知 静静觉知 喜觉知 清安觉知 定觉知 死觉知 有 他关照有 没有 他了知没有 如果 没有的 他知道如何培医 如果已经升起的 他知道如何培医 乃至严满 这是对曲觉知的关照 而对四圣地的关照 就是 如实地了知 此事苦 如实了知 此事苦 的生起 如实了知 这是苦的灭尽 如实的了知 如何导致苦 完全灭尽的方法 因此 佛头在 这一部经里面 教导了二十一种 禅修的业处 这二十一种业处 其实也是在 修行 止关业处 为什么我们 这么样说呢 我们可以说 在这部经里面 是以教导 修观为主的 但是也涵盖了修止 例如 入出信念业处 我们可以透过 培医入出信念 医治症的第四场 所以在 《大力处经》的 义处里面 将讲到 佛陀在教导 入出信念业处的时候 他其实在教导 第四场业处 在燕墓座 以修三十二身份 他可以 正的出场 所以 这就包括了 出场的业处 对于 威夷路 四正之 接座 也还有 九种 目的观 特别是目的观 在这里 它并不是 培医子的业处 因为在 在义处里面 讲到 之所以 修观的 过患水观 如果只是 取外在的尸体 来 培养定力的话 可以真的出场 但是呢 在这部经里面 教导的就是 当他看到了 外在 对比于自身 就要思维到 这个身体 也拥有这样的法 也会有这样的下场 而这样的 结果 是 不可以避免的 所以这个叫做 阿滴 那瓦 阿滋 就是 属于 过患水观 但是 无论是 在这里 这部经里面 佛陀叫到 入出心念也好 叫到 厌恶作意 真的出场也好 但最后 都是 倒向 修观的 为什么 可以这么说呢 因为 这部经典 是以教导 修与 八神纳为主的 例如 我们就从 第一种页处 入出心念 页处 来看 如果我们看的 经典 就是讲到 佛陀在教导的 修 修入出心念 一直到 正得了 第四场之后 结果 经文里面 在一周里面 就讲到了 入出心念 真的是 第四场之后 就会转修观的 方法 有两条路 一条路 就是 缠纳行之 一条路 是呼吸行之 然后一讲到 修观的时候 佛陀就在 这一部经典里面 这一部经典里面 它重复地出现在 这二十一种业处 除了四圣地之外 其他任何一种业处 这种业处 就是在修观 非常重要的指示 它的意思就是 这位产生者如此 以内身水观神的主 以外身水观神的主 以内外身水观神的主 这个就不是修止的 这个是修观的方法 也就是修观的时候 一定要先内观 外观 内外观 它要水观生起之法 它要水观生起之法 它要水观坏灭之法 它要水观生灭之法 那么前面那个内观外观 这个就是在修观的方法方面 例如说对呼吸生 如果它只是取呼吸生 那个时候不够 它一直要见到 呼吸里面的世界 然后再分析它的色法 内在的外在的 内外交替的 然后再观它的身和灭 对于未遗路 对于四真之 对于厌恶作与 对于受 也是 例如说在观受的时候 先要观自己自身的受 再观外在的受 内外观 要观受的生起 观受的灭去 观受的生灭 对于心也是 内在外在 内外观 然后再观它的生起 观它的怀灭 对于法也是怎么样 所以在佛陀 在大量族经里面 它是以教导修观为主的 但是也讲到了修止 只不过它并不是 很强调修止 而是指导修观 甚至我们在字部经里面 发现佛陀根本就没有提到戒 因为佛陀在教导这部经典之后 它对当时的那 当时在古鲁国的 干妈撒达玛里面讲的 当时佛陀在之前 已经讲到了好几部经典 所以那些听众有基础 所以佛陀可以直接 教导他们修观 所以如果我们再看 二百八十一面那张表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修四念处 它是依所言来分的 如果我们依照次第来分 还是戒定会 还是直观 所以现在我发现到 可能会有些人说 我是修四念处的 我不修你们的直观 我不修戒定会 我只是修四念处 但其实呢 四念处是依所言来分 就是依观照的对象来分 当我们在修观的时候 离不开 观身观受观心观法 但是从次例上来分呢 因为智慕经是佛陀 以教导修观为主 它必须得以持戒清净为基础 然后再培依定力 而且在智慕经里面 佛陀所讲的也涵盖了它一定的 例如说入出信念 焉无作与 但是对于在其他经典里面 比如说八成经 讲到主义经 阿妩巴达苏丹 或是讲到 阿唐八成经 阿唐纳卡拉苏丹 阿唐纳卡拉苏丹 就是这些 这些经文里面 它既讲到了修止 也讲到修观 在自己部经里面 就讲到了 先如何培依出禅 第二禅 第三禅 第四禅 初定之后再修观 而这部经呢 就是以叫它修观为主 因此我们不要人为的 把佛陀的教法分裂开来 认为说修四年初 跟修止观 是没有关系的 甚至呢 我们发现了 有些人强调修四年初 他很反对人修入出信念 其实他并不知道 其实入出信念 本身就在三年初里面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是完整的修法 不要人为的割裂四年初 对于我们在 平时的实修当中呢 就是实施要保持正念 正念就是 无论我们在做平时 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要保持正念 布施的时候要保持正念 职界的时候保持正念 在培养定义的时候 保持正念 也要培养正念 正念是贯穿 修行的整个过程的 因为我们知道 念心所是美心所 也就是说 一切善心都必须得 要有正念 不过呢 我们平时正念太熟了 正念是可以透过培养 而让它强的 让它有力的 要知道 当我们的心散乱的时候 那个时候 正念必定不强 当我们正念强的时候 心就不容易散乱 所以只要我们知道 这个关系 我们不需要过多的 去紧张 去害怕妄想 我们仔细把我们的正念 巩固起来 培育起来 树立起来 妄想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会透过这样 如何培养正念呢 很简单的一句话 把我们的心 投入到所远去 就是这么样简单 然后呢 就持续地维持 但是当然呢 投入可能容易 但是要维持就比较难 维持需要什么 需要时间 需要耐心 这样的话 我们的正念 就可以慢慢地建立起来 也就是说 无论现在 我们是专注呼吸 我们也是在修行 思念初当中 思念初 我们如果是在 经行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 注意脚步 这个是 所以有益正知 如果我们是 在经行的时候 专注呼吸 这个是 所以行出正知 我们还是在培养 思念初当中的 思念初 当我们拥有了 定力之后呢 我们还必须 要关照 受 关照心 关照其他的心所 那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培养 受念初 心念初 跟法念初 好 我们讲了 念的心所之后呢 接着我们再讲 另外一种心所 禅 忌利 禅的特象是 对恶行 感到厌恶 厌恶作恶 作用是 不做恶行 表现为 逼退恶行 静音是 尊重自己 下面的 另外一个心所是 愧 愧的特象是 害怕作恶 作用是 不做恶行 表现为 逼退作恶 静音 是 尊重他人 也就是说 我们做人 要有惨愧心 有惨愧心 我们才能够懂得 尊重自己 也尊重他人 在做一切善事的时候 惨跟愧 它是 伴随着生起的 如果一个人 没有惨愧心 那么 我们就叫这个人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叫做 衣冠禽兽 穿着衣服的 禽兽 所以 我们在讲到 无惨无愧的时候 就提到了 佛陀说过 惨愧这两种白法 可以保护世间 如果 没有惨愧 这两种法 保护世间的话 这个世间 将会混乱 道德 法律 这些 都会走向混乱 如果 一个人 没有惨愧心 他就跟动物 没有差别 人跟动物 最大的区别 就是人有惨愧心 动物没有惨愧心 接着我们再讲 另外两种新说 一种是 无贪 老八 老八是贪 再加上 就是没有贪 无贪的特项是 心不贪求所缘 不执着所缘 犹如水珠 不粘住荷叶 这是在荷花叶上面的水珠一样 它不会粘着 贪 贪跟无贪是 一个相对的 相对的心所 贪就是心 粘住所缘 想要所缘 想要占有所缘 而无贪呢 就是心不会贪求所缘 不会执着所缘 贪就好像烧焦的肉 粘住锅一样 很难拔出来 而无贪呢 就好像在荷叶上的水珠一样 或者说像鸭子 像鹅 鹅 鹅背上的水珠一样 它不能够粘着 粘着于荷叶或者鹅本身 它的作用是不支取 就好像已经解脱了的笔窟 表现为不斥着 就好像一个人 很爱干净 又很爱漂亮 但有一不小心 它掉进了粪坑 当它掉进了粪坑之后 它在很辛苦地爬上来的时候 它还愿不愿意再跳下去呢 它不愿意再跳下去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心态就 不贪就表现为 它不会再去贪求 那些不敬的东西 静音是如理作意 贪是由于不如理作意 认为对象可以获得快乐 或者认为对象是永恒的 认为对象是我的 是可以占有的 而对于无贪来说呢 由于通过如理作意 他的心不会粘着于对象 这叫做无贪 例如说 当一个人如果是很慷慨的 不失的时候 那么他对自己的财物 也是属于无贪的表现 接着我们再讲下面一个新说 阿多色无称 多色是称 就是称慧 称恨的称 再加阿 表示否定 就是没有称 称跟无称是一对的 相对的 它的特点是不粗暴 或者不对抗所言 有如温和的好朋友 作用是去除烦躁 或者去除新的日脑 有如谈香木 表现为祥和的状态 有如满月 或者表现为可喜可爱 无称也包括 一个人的性格很温和 很和蔼 很友善 不过我们又要在这里 在区别下 无称跟人有什么区别呢 知道吗 无称是不是等于人呢 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区别 有没有区别 那到底是什么区别 人呢 就是当一样东西 它会重伤到你 或者说会伤害到你的时候 你的心不生气 自称为人 但如果对于无称来说呢 你本来你有理由 生气称 但是呢 你没有生气称 就好像说 当一个人在骂你 你忍住 你不去生气称 而是称为人 但如果在无称呢 就好像你的一个用人 你家里的用人 由于他坐着不小心 把一叠的盘往全部打碎了 那个时候本身你可以责怪他 但是你并不是责怪他 自称为无称 他们的区别是在这里 如果无称 变得很明显 它就是一种慈爱 就如无贪很明显 它就变成一种人的慷慨 人不吝啬 他很慷慨 很乐意助人 无称 很明显的表现就是 一个人很有爱心 很有慈爱心 所以慈爱呢 它是被强化了的无称 慈爱 巴黎叫做 metta 他特项是促进有情的福乐 希望一切的有情 都能够幸福快乐 作用是愿有情快乐 表现为能够去处称恨称慧 静音是 是有情为可喜 也就是说 取众生很快乐的样子 以众生的快乐为自己的所言 这样来培养慈爱 在我们讲到培养慈心的时候 并不是属于另外一种心所 叫做慈 慈爱 其实就是 无称心所的特别表现 当一个人 祝愿祝福一切的友情 希望他快乐的时候 只是只有慈爱 甚至我们可以说 当做母亲的 在关怀 关爱自己的儿子的时候 这也是一种慈爱 当一个人 你是很 去爱护那些小动物的时候 这也是属于一种慈爱 你很希望一切的众生 例如说看到那些动物 你希望它很快乐的生活 看到水中的鱼 很快乐 你希望它很快乐的生活 这也是属于慈爱 所以慈爱呢 它就是无称的特别表现 当我们懂得了 陪忆慈爱的话 我们就可以 适当地去 去陪忆 甚至我们可以透过 很有系统的修行方法 把我们慈爱 陪忆出来 陪忆慈爱 其实就是让这种 无常的心 所变得很强 变得很有力 对于陪忆慈爱 有很多种方法 至少在经典里面 讲到陪忆慈爱的 都会有 至少有三种 一种是无爱情道里面 讲到的 就是对 十方的 十恩的众生 陪忆慈爱的方法 在印作《慈爱经》里面 又讲到了 用分组的方法 分为七组的方法 在《运护经》里面 又讲到了 对于五组的 两组的 四组的 多组的众生 散播慈爱的方法 总之就是 无论用任何一种方法 来散播慈爱 只要我们可以把 内心对众生的祝愿 祝福 把它培养起来 这个就是慈爱 所以我们可以 简单地说 只要我们希望 有幸快乐 我们就可以培养慈爱 由于慈爱 是无称的特别表现 所以它可以 直接去针对称 这是因为如此 所以佛都在 《征制部》的 《迈基亚经》里面 讲到的 如果想要 去除称 应该配以慈爱 因为慈爱 属于无称 无称之间 就跟称 称风相对 当我们的心 拥有慈爱的时候 我们就 没有称灰 同时呢 由于无称 可以去除烦躁 所以 即使我们 没有生计的时候 如果我们看到 心很烦乱的时候 我们仍然 应该培养慈爱 那好 我们今天 讲这五个新手 就讲到这里 那我们明天 再接着一起 学习其他的新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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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